中央人兽香港超级乱赛 来到2019年最终一场球 杰志在旺角场 主场摆下擂台 迎战香港飞马的比赛 作为2019年最后一战 两队都交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尤其是主场的杰志 不过在上半场的组段第一个攻势 是来自香港飞马 顶球的是米高加斯洛 接应陈伯恒的传松 不过很可惜顶邪了 米高加斯洛的年轻人 对着鱼丸3比3的场球 就是凭着保时阶段的入球 攀成平手 轮到艾利奥的场球 对面将志勇解围不完 忽然到引起了 陈俊一一的左脚竞射 接下来的攻上都是来自杰志 当然 其中一个关键先生就是 九十九号的这位洛迪古斯 这球太痴脚了 摆汰摆不完 所以拿不到死角位了 盈南交投就是斯里斯高逸 串起黑皮衣 各球投赏黄阳大哥 这球也太正宗 同样过不到零九门将 梁兴杰 不过梁兴杰肯定是梁兴杰 这一刻就差点收死他 因为洛迪古斯的倒挂来得相当之美 相当精彩 洗衣机滚筒式的倒挂 可惜也差一点角度 太正宗 结果梁兴杰托一托之下 再没收 上场大部分攻门都是来自主队的杰志 这次来到大卫拉菲也侵犯了对手 然后是自由球 林荫扯马尼 中一轮运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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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这次赢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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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功臣當然除了谷刑志之外還有傳送的蘇沙 和快蘭到的第一傳都非常精彩的場球 這個入球是來自49分鐘的 而這個入球亦令到潔志的信心更加強 開了紀錄之後雙方有些豁出去的味道 越來越多羅匯板,快打快一隻 接著也播出了自由球來自大衛拉菲爾 左腳驅射,出過了人牆,但驅不回來 這個入球對於潔志的後防其實響起了一個警號 又是接下來的時間,又是大衛拉菲爾一個精彩的演出 看得兩望,怎樣搞?放了直線下去就被米高加斯洛 再一個漂亮的傳送就被陳柏衡搞定了 當時雷文迪進來打閘衛 將今天打正傳閘衛,陳柏衡就鞠前一格打過逆風的位置 但這下留意,作弓只是來自中堅加斯洛的Cutback 然後再做木槽特丹的漏拉菲爾被後掌陳柏衡 還有第二時間才搞定你 一比一平手 68分鐘的這個入球令到整場比賽又還原基本步 潔志又繼續弓了 這下就是來自谷盈志的遠射 不過龍門框救了香港飛馬一名 這下真是聰明啊 繞回頭一點點 為自己製作了一個就是咳射的空間來自谷盈志 差點運氣就可以回開二度了 再接再賴,看到這次輝蘭道過兩關 左腳轟上去,不行 再射上去都被人一隻block到 連續兩下的射門來自輝蘭道 你以為運氣似乎去了香港飛馬一邊嗎 原來不是的 因為接下來的時間就輪到蘇沙的表演了 能否能嚇到人家 這下就是陳偉豪的解圍 差點就擺烏龍 不過幸好沒事 有驚無險了 回頭回頭 但這次就有驚有險了 留意蘇沙一滴熱 回頭回頭回頭 打算來過全中球 無覺也變成了凹射世界球 就是這樣二比恩潔志再到領先 76分鐘這個始傳飛射的攻門 結果就考起了梁卿傑 也令到蘇沙成為今晚的主角 一個的傳送,一個的入球 令到潔志又一次領先 立即濫濫些粉絲 終於再到領先 還有一個短角球機會 這次先怎麼搞 看到龍仔扯過來 對面頂出不遠 還有林欣海 撿起來還有習慧難道 腳踏上去也挺陰濕的 但又先過不了門將梁卿傑 去到尾段 其實香港飛馬 是有很多機會 可以令到潔志 沒有法子 保住聖局 不過 這次蘇沙偶爾在左邊的攻門 差一點 去到尾段 香港飛馬的攻勢 七哥也進來 這次扣大位 右腳鞋射來自陳宵奇 但阿鵬說這場球 他也要展示一下 相信麥帕倫 都可能會坐上下 或者有看這場球 就算放隔也會看 我相信 這次撞過去方面 剛剛橫身 先撈一撈走 這場球 其實阿鵬也有報廢 傳中球方面試過脫手 是很好的 去到尾段方面 還有陳宵奇這一刻的轉身窩力 佔應大衛拉斐爾 鬼馬的chip船 轉身勾馬去勾不中 結果飛馬無攻而退 也是公開一季 再終於一場球 傑之苦戰之下 2比1險勝香港飛馬 繼續保持著不敗之身